我们现在大多是独生子女家庭 每一位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有出息 许多家庭都不惜重金用来培养孩子 但独生子女的教育却越来越成为许多家庭头疼的问题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三个东西都搞错一个方向错误 第二个方法不对 第三个方式有问题 你要把这搞清楚 你很容易叫小孩 你这么懒 一个家庭 它是有一个框框 就是我们家就是这样 别人家怎么样我不管 我跟妈妈 我们有原则 你少来挑战 没什么好挑战 那就好了 家规要立起来 你的小孩就知道我要怎么样去约束我自己 他知道怎么去走 家教是影响到一个人的一生 我们一定要记住一句话 养儿子不交 害死自己人 养女儿不交 害死人家一家人 一个太太找错了 你们家会倒霉 九代 不是一代而已 九代收拾不了 婚姻 不是小孩自己可以选择的 因为他不懂 他哪里懂 他讲多少人跟我抱怨 我爸爸不懂 我妈妈也不懂 所以我才会这么糊涂 他们早该告诉我 但是有什么用 没有用 后悔绝对是没有用的 要事先防范 所以义经的家人挂的第一个密码 一个字叫做闲 闲是什么意思 就是门要加上一个木头 把它算起来 第二个 家里面不能有闲人 不能 晚上少留不认识的人 或者不熟悉的人在家里面 第三个 家里面的人要勤劳 不能太闲 一闲就出事 还有 不要老一天到晚 没事干 讲些闲话 都是这个闲 而最后归纳起来 就是你要防范于未然 父母要负责任 就要防范于未然 这个小孩 现在这样 将来怎么办 这是中国人最常想的问题 外国人很少 同样是家庭 西方的家庭是有限公司 他小孩到18岁 他就退股了 他就各自独立了 中国人是无限公司 一辈子就是你家里面的人 你想把它丢掉都不行 你登报说 我这个小孩做废了 也没有用 他还是活在那里 任何东西都可以登报做废 只有人不能登报做废 你到法院诉请说 我脱离父子关系 其实也不成 也没有用 因为他到哪里人家就认得 那是你的儿子 你有什么办法 其实 你可以防范的 像我们这个年龄 不管在哪里 我们用那个抽籍 永远只用一张 你跟厕所人有纸 我们一下来就是一小张 我们不献 家里面如果一个小孩子 拿纸是这样的话 你知道这个人是败家纸 一定是败家纸 那你现在就要教他 你不教他 将来就把你家长败掉 你怪谁 这是父母的责任 我从来没有用过第二张纸 没有 我吃早餐一张杆用完 那个服务员就要把我家来 我说等等 我还没有用完 你那么浪费干什么 再有钱的人 也没有资格浪费 因为浪费是一种习惯 他一放开来你就没救了 你就没救了 节约永远是美德 这是不变的金 家里不容许有败家纸 不容许 小孩第一次拿了钱出去 你就认为他投你的钱 这是大人 没有知识 因为小孩在脑海里面 没有偷这个字 没有 你告诉他你偷了钱 他开始有偷的观念 你就完了 他是像你学来的 原来这叫偷 还有这么好事 我以后就偷 因为小孩他没有财产 归宿权的观念 他没有 教育 教育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家人挂 是一经里面 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重要的一个挂 要严 宁可严 不能宽 现在很多人听到研究 有一些是虐待 有什么虐待 这个虐待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 一直有许多争议 古人云棍棒底下出孝子 在传统社会中 对孩子不仅是严格教育 而且犯了错误 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但现代人认为 那是封建家长制度 对孩子应该是说服教育 绝对不应该打孩子 那么 到底应该不应该打孩子呢 我现在问大家 小孩要不要打 你说要 也是不懂义经的人 你说不要 还是不懂义经的人 义经没有要跟不要 所以学了义经以后 你就不要问这些问题 人家问你这些问题 你要不要回答 真的要回答 只有一句话 打不打不重要 怎么打才重要 你打得合理就打 打得不合理就不打 一句话就讲完了 领可言 因为言了要放松很容易 松了要紧 那是非常困难的事 你看你衣服穿得宽宽松松的 你打几领带就很吃力 你天天打几领带 偶尔打掉 觉得哎呀好舒服 我希望各位从义经这个角度回头去看 你会看得很清楚 家庭永远是我们在人海茫茫里面最温暖的一艘船 没有一个家人 有权利把这条船造一个洞 让他破掉 没有人有这权利 我们不自私 我们行有一律 还会照顾左右邻居 我们会 但是先把家顾好 这叫顾本 把小孩培养好 这是长远的 自己在里面 规规矩矩到外面 自然与生作则 大家看闲挂上面就是少女 下面是少男 这两个就组成了一个挂 横挂是结婚以后 男的在上 女的在下 为什么这个位置会颠倒 各位真的要好好想一下 还有两个挂也要看一下 一个叫太挂 一个叫皮挂 这大家非常熟悉的 你看太挂是母亲在上 父亲在下 地在上 天在下 皮挂是父亲在上 母亲在下 天在上 地在下 所以你不要以为说中文 它是重男轻女 它是男女不平等 绝对没有这事 有时候男在上 有时候女在下 有时候女在上 有时候男在下 要看那个识 来做一个合适的搭配 这样就对了 那这样讲起来 各位就知道 易经它不是很单纯的一个象而已 易经是一个连锁 叫做像素礼的连锁 像素礼 它是有连锁作用 所以我们下一个单元 我们就要来讨论 易经的像素礼 连锁作用 谢谢大家